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它可以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但是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一定要吃抗生素 我们可以用这些很天然的东西 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贡献 蔡炳芳专业的解说 用心的态度 生活顾客的信任与好感 她是这间保健食品公司的创办人 在这之前 她与先生曾经营过建设公司 您为最佳不为最大 是他们的座右铭 事业也因此赢得许多好口碑 蔡炳芳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位充满干劲的女强人 过去曾经因为追求完美 而饱受忧郁症所苦 寻遍各种传统信仰 依旧无法解开心中的负面情绪 直到遇见耶稣的爱 她才明白不需靠后天努力 就能经历超乎想象的平安 卸下长期累积的重担后 蔡炳芳活得更自在 正如圣经所说 凡劳苦重担的人 到主这里便能得享安息 这就是她一生 所追求的宁静与满足 朋友们平安 欢迎来到今天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 就位来朋友真的很厉害 过去跟着先生一起经营建设公司 后来又自己去带领 从德国来的 专门是跟大家健康养生 有关的一些保健商品 那这事业经营起来 一路这么有声有色的 背后有很多故事 今天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做了她的人生分享 欢迎比方姐你好 家璐好 大家好 比方姐你现在做的 就比较多是跟身体保健有关的吗 是 跟你以前是念医护 护理是有关联的吗 因为我从小体落多病 那我的父母认为 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就很好 就很不错了 对 所以他们让我去念护理 家里头原来是做什么的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都是务农 都务农 对 小时候 就是我的父亲很严厉 那我们除了 我除了生病以外 我都要帮忙妈妈做家务 我十岁就开始做饭 十岁啊 对 因为我大姐车祸去世 所以那时候二姐要读书了 所以我就要做家事 弟弟妹妹也还是很多 也是要帮忙照顾这样 对 我的父母是很重男轻人的 爸爸妈妈都很会骂女儿 台湾的话 譬如说我老板下心 那这个话就是我爸爸常常讲的话 就是外面的人的 对儿子 大哥很辛苦 但是三个弟弟受保护 小时候心里头会不会有一点点 觉得委屈啊 或者事情上心里头会觉得 有点埋怨啊 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已经 长期在被人家责备的状况下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活得很卑微 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接受 反而是什么都可以接受 对 但日子会过得很紧张 最主要是爸爸很 蛮凶的 说我们每天 都要看 傍晚看到爸爸今天的眼睛是怎么样 然后他如果不高兴 我们要躲起来 我就是有一次不小心把门关得很大力 那一天爸爸刚好心情不好 结果他就很凶在骂 然后我就赶快逃 逃到我哥哥的店里面 在那里 我就躲了三天 三天以后他好像就忘了 我才敢回家 那对小孩的栽培呢 我觉得爸爸很尽心 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他给我们就是 一时无缺 一时无缺 但是他们对我好一点 因为我二姐书念得很好 他要去念示范 他们都不让他念 对 可是他们就让我去念 复理专科学校 这对你来说 人格两层的过程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你会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 我们已经被教成要求完美 就是对自己还有身边的人 都要求很严格 那影响到你念书 也都是像这样子 我是觉得我没有那么爱读书 所以我读书是好像跟父母做个交代 就是我毕业了 我有执照了 但是进到护理工作这个本身 工作的本身你喜欢吗 护理工作就是 我这个人比较怕看到很可怜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病人家属还有病人很可怜 我心里就会很难过 我在神力吉隆医院的时候 因为吉隆常下雨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患脑末炎的小孩子 那这因为当初脑末炎没有那么容易诊断出来 他们诊断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脑多半是受伤的 所以他们就会不太清楚 小孩子已经不太清楚 但是他们在医院还是继续住院 然后他们会被大腿打那个皮下灌注 那因为皮下灌注的针头很粗 那他们这个腿已经硬了 然后你又打下去 那心里就是一心不忍 那我在基隆的时候 上大夜班 整个晚上几乎要用跑的 因为病人很多 然后发烧的啦 病重的啦 都很多 所以我后来就在医院待一年 我就回到那个卫生所 出生在严厉的家庭环境 造就蔡炳芳坚毅不拔的性格 也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让她在完美主义的背后 是压抑的自我形象 雨先生走入婚姻后 事业家庭两头烧 无形的压力成为她的重担 最终陷入忧郁的漩涡 以前我住在她家隔壁的房子 因为她在卫生所上 我在台中嘛 所以我晚上到她家里一到 就像部队一样 大家一天看 是没怎么说话 那个我的业务非常严谨 没怎么说话 就我觉得我在部队上 那个一样 部队是不能讲话的 整个里面大家看电视 没怎么说话 那个压抑的家庭 压抑的家庭 所以造成她的压抑在心里 所以造成她得了忧郁 有一次 我跟我弟弟中午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家的院子玩 那时候我们那个家是有院子的 然后我妈妈睡午觉起来 她就拿着棍子出来打我们 没有任何的理由 只是她觉得她找不到我们 然后就把我们修理了一顿 所以我们常常被打得莫名其妙 所以变成说 我们常常不知道妈妈今天的心情 那我们也不喜欢跟爸爸妈妈出去玩 那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陪我们 为什么不喜欢出去玩 是因为我们每次出去玩 到最后气氛都很差 那与其这样就干脆不要出去玩好了 刚才听到真的小时候 在这种重男轻女 然后爸爸很严厉对待在家里头长大 整个人也是变得很严谨 然后很多小时候 在家里头受到那个气氛 那个经验 一路就带到你自己长大之后 你的婚姻 或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刚才炳方姐有在讲到说 你先生是药剂师 是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经朋友介绍的 那时候我在卫生所工作 那时候在卫生所工作 我希望我嫁给一个药剂师 可以开一个药房 那你们认识之后 爸妈对你的男朋友 印象也好也认同 我爸妈妈妈都很喜欢他 都很喜欢他 对 因为他很会关心我爸爸的身体 当初因为我们工作 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生活都还 都还可以 还可以 我在卫生所结婚生子 以后五年我就离开了 然后后来跟先生一起做建设公司 对 起初我先生有跟几个朋友一起合伙 然后我先在那里当业务经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 刚开始创业也辛苦 我觉得合伙的时候不会 当自己开始的时候 比较辛苦 在我们开始自己做建筑的时候 我得了犹豫症 一开始做没有多久就得犹豫症 对 那是因为我弟弟的孩子生病 那生病很久 后来就变成败血症 那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念医药的 所以我们家的人生病 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负责 我太焦虑了 后来我就自立神经失调 你那时候的焦虑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会睡不着吗 还是你会怎么样吗 会拉肚子 那心跳一百多下 我在很痛苦的时候会垂墙壁 会垂墙壁 那当妈妈也当得不好 我们Karen就是 她过敏很严重 她从出生就是不能吃牛奶 也后来吃豆类的 她还是很过敏 她就是有气喘 还有异味性皮肤炎 我不能接受我的孩子是气喘 因为以前在医院看到气喘的人 病得很可怕 所以我就觉得 她怎么得了气喘 我不能接受 然后就把这责任 全部都拦在自己身上 就觉得都是我没做好这样子 也是 那家里人有发现不对劲 先生有发现 是 先生说我得了忧郁症 他得了半个忧郁症 那看你忧郁他也忧郁 因为他太担心了 那怎么办呢 后来怎么去面对 跟处理这个忧郁症的状况 因为我后来觉得 吃中药有改善 先是有去看西医是不是 对 对 西医给我的药量很大 一天13颗 可是并没有改善 娘家知道你的状况吗 知道 怎么跟你谈 因为我跟妈妈抱怨说 为什么我爱你们 你们都没有爱我 然后我妈妈是说 你自己当妈妈了 你应该知道 妈妈怎么会不疼自己的孩子 她这样跟我说 你觉得你后来的忧郁症 跟你一直以来这种 对自己很高的要求 或者是比较压抑的个性 是有关系的吗 我觉得是要求完美 然后性质又很急 不能看到一些 觉得自己怎么没有达到好的成绩 有一天很伤心 打电话给我表妹 是 那因为我表妹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 那她就跟我讲一句话说 你为什么不自力自强 那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我要把勇气拿出来 我努力的运动 我也觉得说 我活着这么痛苦 我是不能活下去 可是我如果自杀 是不是要去地狱 所以如果地狱 应该比这里更辛苦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努力的 让自己走出这个痛苦 抱怨你这个工地 然后他又被别人抢走了 因为别人又给他更好的价钱 有一次我就面临很多个人来恐吓我 那我就坐在家里哭 打电话找李正龙建筑师 建筑师 那他跟我说 找个亲戚脸比较凶的 看起来像黑豹 护理背景出身的蔡炳芳 转换跑道 与先生一起投入建设事业 不计成本 坚持做到最好的建筑 然而经营公司 对夫妻俩都是一大挑战 除了规模庞大又复杂的建案 还要面对龙蛇杂储的工作环境 他们都努力一一克服 因为黑道来找老板 说董事长是谁 像有一句我遇到他说 你老板是谁 我说老板在外面 所以我要赶快走开 但是我说我不是老板 因为我在工地晒得黑黑的 那黑道说你们老板在哪里 我说老板在那个地方 我顺便走开 我就叫他堵住了 他不怕苦 他很毅力 非常有毅力 越苦的时候他越敢去承担 我会当自动小细节 他把一件不平凡的小细节 要做到完美 他这个个性是这样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 连盖斯百部的国宅 我们都做德国的卫设备 德国的卫设备 研装进国的卫设备 你看这个国宅赚钱很薄 理纯很薄 他也要用好东西 而且都进过美国的瓷砖 就是没要切到 整个完美的瓷砖 我们都要切掉 他没有要全个完美 从美国进口 他的个性都要完美 其他这个没关系 要把最好的东西交给客人 那时候房地产其实 你要监工 自己什么都要自己来的 那个年代 其实因为公司非常小 我永远记得公司非常多的桌子 但是只有两个员工 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 所以他们做所有的事情 然后联络所有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期 我觉得那个压力大到 我觉得他们没有 我妈妈没办法附和 周末的时候 我们就是去工地 那爸爸妈妈会整天 礼拜天都待在工地 那我印象深刻就是 他为了让我们两个小孩子 比较乖一点 就会去买一瓶可口可乐 给我们喝 很大瓶 所以我们最开心 就是礼拜天 有一大瓶的可口可乐 可以喝一整天 然后 所以 对我们 那礼拜天晚上 那是唯一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上餐厅吃饭 那平常的时间 就都是妈妈煮 然后吃便当 很简单 现在只要讲到 做建设公司的老板 都觉得 哇 是个大老板 这样子 可是刚才听儿子讲 你们以前在做建设公司 非常辛苦 是 我是负责采购 你的结构体盖好 你的瓷砖要进来 你的电梯要进来 油漆要进来 那时候结构体是一半的成本 可是后来 你要议订多少钢筋 你必须要先下订 你的钢筋才不会一直涨价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就想办法要去走转 是 我们盖了很多年 我从来没有余物的问题 那我们其中有一栋 是在雾峰 那因为 921的时候 雾峰的地震是特别严重 对 因为雾峰的体 那个地质很差 地质很差 对 它是我盖的那个地方 它是粘土层 它你挖下去以后 它就会薄弱 就会渗水 所以那次的地下室 是好像很难解决 后来我们请了 宏甲大写的教授 来做高压喷浆 可是还是不能解决 最后我们用的方法就是 打那个像铁轨那种钢柱 那整个市面都打满 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的房子还好好的站在那里 那前后都倒了 可是这样要做 其实你那时候花了很多成本做 是 那你要看你要盖什么样的房子 对 那如果你要盖出口碑的话 你必须要不计成本 那我常常说这个建筑的钱 赚得到可能花不到 你会觉得你的健康是 就赔上去了 对 然后刚刚先生说 你们还又碰到黑道来 是 是为什么黑道要找你们 有让什么麻烦 因为黑道就是 那时候就是有兄弟茶 就是他会到工地来卖 不能吃的茶 但是就是几万块 还是他要说他们有什么人 在这个 在医院里面要你付一笔钱 就是保护费了 对 如果你不给他钱 他会怎么样 有的销售的房子会被烧掉 我处理了一件黑道的是 就是说 因为我们跟一个广告公司打官司 他告我们是因为他把广告做坏了 可是我们当初就在合约上有写 如果他违反公交 他要负责我们一切的损害赔偿 可是到后来是他来告我 那他告我们一共花了十年的时间 这么长时间 对 那这十年以后就是 最后法院的判决是 谁都不需要陪谁 那他就叫黑道来 那每次就来了十几个 穿黑衣服的年轻人 那我先生说 那个黑道只会对付男人 所以我女人出去是没有关系的 你每次出去面对这么多黑衣人 你也吓死了 把他线一头很怕好不好 我不会怕 你不怕 对 我就打电话叫请警察来 那其中我们最辛苦是 因为那个政府实施容疾力的关系 那以后你的见辟力就会很少 那我就要抢件 抢件就会面临缺供缺料 我要在这个条款 正式上路之前 赶快把房子先盖完 对 那所以我必须早上八点 要准时坐在办公室 开始打电话骂人 开始打电话骂人 对 就是说工要来 料要来 那如果你没有对他凶一点 他可能又把人拍到别的地方去了 是公投吗 对 因为抢件 那些包商 他就会抱怨你这个工地 然后他又被别人抢走了 因为别人又给他更好的价钱 那有一次 我就面临很多个人来恐吓我 很多包商 那我就坐在家里哭 在家里哭 那先生就站在旁边 后来我就找 打电话找李正龙 建筑师 他来 那他跟我说 你找个亲戚脸比较凶的 看起来像黑道 那后来就只好这样子 这件事情就后来 就是当这些包商 他又去 别的工地的时候 别的工地 他又回头敲你一笔 那你每次就是要付很多钱 对 所以那段时间工作其实很忙 是很忙 孩子有时候陪你们去工地 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顾自己这样子 因为后来他们念国中以后功课很多 我们到星期天 我们还是一样要去工地 所以我就会拿钱给他说 自己去吃饭 那我们老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 妈妈你一个礼拜 有五天没有跟我讲话 他说我去做坏事你也不知道 孩子自己这样跟你讲可以 对 那你那时候怎么 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这么多事要做 这么多事等着你 那我们刚刚讲到你们家大儿子 是 小时候身体就不好 是 有一次 我带他去龙总看病 是因为他咳嗽的时候 咳出的痰是黄色的 是一块一块的 可是那一次龙总也没有跟我说 他很严重怎么样 要住院都没有然后我就带他回家 可是后来就发现他回来精神非常不好 那就再送他到附近的小医院去住院 那那个医生说他已经要变成慧荣芽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给他喂饭的时候 就是一边哭 因为怎么他病得那么严重我都不知道 我们就觉得他没有办法在台湾读书 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没办法读书 对 因为他就是要吃长啸的抗过敏的药 那吃长啸就会想睡觉 在学校上课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后来他念国一的时候就送他去美国 那在洛杉矶他的这个气候比较好 对 所以他的整个过敏的症状就缓缓下来 做妈妈的那个心情怎么办 那时候就是请美国的亲戚照顾他们 那所以我去美国看孩子 我就上飞机就一路哭回家 大儿子要回美国也是很 自己也是很伤心要离开我们 庞大的工作压力让蔡炳芳更加追求 传统信仰的慰藉 然而参与众多宗教活动 始终无法安慰他内心的焦虑不安 直到身边亲友接触福音 他的生命也逐渐产生转变 不管是佛教在心里的慰藉 或是在事业上面的帮助 或是在各方面他们认为 只要好好的做好事 然后我可以透过这个信仰 就可以得到全家平安 然后事业上面能够成功顺利 他认为抓住这个反而可以 让他去解脱一些他过不去的事情 他想要有喜乐 可是他一直都觉得没有出路 然后好像很多压力在他身上 可是他会感觉到我这个人会带给他喜乐 所以他希望照我谈话 然后我会在后来的时间 我会帮助他就是把他的担忧 甚至于害怕 从他自己的家族 娘家这一边 也是有一些的影响的东西在他身上 所以这些害怕或者担忧什么 我就带着他 我说你愿意的话就交给上帝 那他就越来越愿意 希望我能为他祷告 一下子要问为什么你们信耶稣 耶稣是谁 信耶稣是什么的 要怎么拜要怎么做 他就是会问这一些 然后也会问一下佛经里面的 阿弥陀佛是什么 观世音是什么 这个外面又是什么 佛教界又是这些事情又是什么 他会问这一些 问好那一天 一整天 我先生就是在两面在跟他解答 解答完以后 他应该回去一个晚上的小时 所以隔天打电话说 我决定信耶稣 我们也吓了一跳 刚开始是怎么进到这个团体 小时候家里头应该也是 一般传统就拜拜 在中部是吗 是因为我有一个表姐去出家 她就常常来找我们 就变成这个宗教信仰 我住在民前路的时候 有一天隔壁的地被买走了 那就是 这个团体买了 后来他就成为我们一强自格的灵机 那他们就会常常来找我们 觉得说他们要开医院帮助别人 那你就会觉得说我是念护理的 那我看到很多人没钱可以看病 那开医院很好 所以我就加入 帮他们盖婚会 义务的 然后请很多人来 不管说兼卫义 然后建筑师来设计是免费的 这么投入在相关的活动里 怎么会有机会进到教会呢 在做很多的工作上 我觉得他没有达到我的理想 因为佛教讲的就是苦海无边 真是劳苦愁烦 因为佛教讲 你就是业障嘛 你就是有这个报应嘛 他们讲这个报应是 业障是不会消的 不管你做这么多都不会消 会减轻 但是不会消 就是没有盼望 那我有一次在台北 因为我常常要来台北 台北开的店比较多 那我就跟雀美约好 就是他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朋友 对 那后来那个 好像是论坛报的董事长 要约雀美去吃饭 那他就说不行 我要跟吴太太一起吃饭 那他说一起来 结果我们那天就在一个 中国式的餐厅 很多牧师还有师母 然后他们就帮我祷告 牵手祷告 那在牵手祷告的时候 那个店就从我的脚底窜上来 然后跑一跑又下去 然后第二次又跑上来 然后又下去 那我想说今天晚上 因为大家都有店 那后来我隔了几天 我问这个劝美她说 她没有店 我觉得神给我看到很多神 神迹奇事 我一开始 因为我在佛教三十几年 对啊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信基督教 我的心里是打定主意 从有店开始 从很多牧者的关怀 还有我们凯文他 我们大儿子 他在美国已经变成基督徒 所以你进到教会的时候 其实儿子 大儿子已经是在教会里了 对 儿子是很敬虔的基督徒 这个精神我觉得他很爱主 因为我们家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多快乐 可是儿子去教会以后 他真的能够比较喜乐 觉得信主之后 你自己真的有觉得 什么不一样吗 跟你以前比较成了 我觉得以前我劳苦愁烦 那我觉得信主以后 我觉得我真的可以 把这个重担谢给神 我在小组有一天 他们说要来意见神 我想说意见神是怎么样呢 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坐在那里 那他们就说 灯关掉 音乐打开 那时候神就丢四个字给我 而且这个四 我觉得是有重量的 就是那个怜悯 温柔 温柔是这一声很缺乏的 温柔是这一声很缺乏 当然啦 因为年纪越大 就是会觉得 越温柔 越温和 然后怜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用的方法 你看到很多人 他怎么会这样 但是你用怜悯的角度去看他 就会觉得他是有所不足的 那这样子你就会 觉得很多事都是 你不会生气 有了这信仰之后啊 会不会也回头看自己的原生家庭 因为小时候爸爸都非常严厉嘛 尤其对女儿跟对儿子态度又不一样 是 但我们都说这是天上的父啊 是 有了天上父之后 你看到自己的爸爸回想起来 会不会那个想法也不大一样 感受也不一样 我觉得我的爸爸让我 你要跟他说一句 我爱你都很难 因为你就要躲他嘛 对 那可是我觉得天父的爱是最安全的 是不会有伤害的 父母都去世以后 其实我还觉得有一个 爸爸可以爱你 也是很难的 可是我觉得天父 我真的领受到天父的爱 那小的时候 重男情与心里头难免觉得委屈啊 伤害啊 有了信仰之后会怎么去看那个部分呢 我跟我姐姐可能都 习惯接受这样的对待 我们就觉得 好像活得很卑微 但是我觉得当我很卑微的时候 我在职场上受伤的时候 我反而是习惯 可以接受 这个不好的对待 信主以后 有一次就是刚刚那个这周节 他说叫我去回想 我小时候 五岁的时候受了一个伤 那我觉得这个五岁 我怎么想得起来 我怎么记得 可是他说你祷告 我也为你祷告 结果我就祷告 我马上就跑出来一件事 我小时候有一次 走过邻居的家 那妈妈说 那个洋娃娃是我们家的 是我们家丢掉的 那我就跟对方讲 我说那个洋娃娃是我们家的 那我才五岁嘛 对不对 那对方就来寻思问罪 那那个晚上我妈妈 我爸爸准备 就是对方来告状以后 我爸爸准备要打我 那一定很可怕的嘛 那后来是我哥哥过去跟他说 你不要打他 所以那个晚上我没有被打 但是我妈妈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说 他都没有想要帮助我 对 所以我就一直很气妈妈 为什么妈妈这样呢 那从这个祷告以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真的没有再伤害到我的心 因为妈妈从小太可怜了 是养女嘛 所以他真的也是没有得过爱 所以他也不会爱人 小时候所经历过的事情 比较能够理解妈妈的心情 到百货公司去 因为我们算是 人家说的菜鸟 不懂不知道这市场怎样 他会跟你说 你要从临时贵变正贵 你就交个20万 那我就帮你做装修 其实他只给你做一个 很简单的这个盒子 他就给你收了20万 真的他陪我很辛苦 爸爸保健美我们两个都 去台北班 讲说我开车转起来 晚上都很晚才一直点 早上六七两个月 晚上再开回来 所以我觉得 人不能当一个 这个工作的机器 一直做一直做 那我觉得这个人生 到底为什么 走过信仰的淬炼之后 蔡炳芳更了解 生命的价值 在事业上更显得从容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抓紧圣经里的应许 相信神必为自己开路 客人打电话说 我吃这个东西 好像对他有什么不适 他有时候那时候 他会想说 我反而客人会不会 去给我们当报纸 或者什么 他反而现在他觉得 他觉得五十年要祷告 都交给上帝啊 他这样就觉得 他觉得比较安心啦 我觉得这样也好 对他没有压力 神远快 我觉得这样就对他 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 虽然他的非常的勇敢 坚忍不拔 可是其实他也会有需要 内心也会有他软弱的时候 那我觉得他在认识到神之后 似乎在他勇敢坚毅的表面 那他的内心害怕恐惧的部分 我觉得神的话语跟神的道补充了这一些 有些时候我可能为某些事情打抱不平 有些事情包括他自己也觉得说 这件事情他觉得被误会 被误解 被错待了 但是他反而会有些时候提醒我说 伸冤不是在神嘛 我们不是要等候神嘛 那有些时候反而是 他回来提醒我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 他认为只要当下也许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祝福 但也许神会给我们更好的 一届会有十个人得奖 那台湾地区会有两位 如果我没有出来像做司法的创会长 选华冠奖这一类的 我可能永远都会觉得 我是一个懒得讲话的人 最好你不要来找我 你也不要看到我 我不想说什么 那做生意是没办法 我为了要做生意我要讲话 可是我觉得神真的 完全让我的生命有不同的光 华冠奖是一个国际性奖项 肯定华人女性在创业上的非凡成就 个性低调的蔡炳芳 从来没有想过会拿奖 但在神的计划里没有偶然 如今她分享生命的转变 借由自身的影响力 盼望福音的救恩能传遍各地 她的心是完全的给神 她不会疑惑也不会怀疑 她完全的请她查经 她就查经 那她到教会去 她到哪个教会去 她也就是很认真的 牧师讲什么 她就听什么 听完以后回家 她会自己在思想 思想完以后会打电话 跟我讨论这个是什么 时不时地跟我讲 某一个人很需要福音 你来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帮助她 她对传福音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用心 很乐意传福音 所以她会问我 这是一个什么场合 你觉得我们怎么做 可以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我就说 她觉得什么事情是对的 是好的 她就是要去做 而且她是可能可以突破的 真的是听大家分享 有了信仰之后 面对从职场来 经营事业的很多压力 眼光也都不一样了 从原来只有做建筑公司建设的 现在也还又在有一个 就是跟大家健康有关的 怎么会去想到 要再回头去做健康 因为建设已经够忙了 我觉得建设的困难太大 很难解决 那我觉得做健康食品 是一直我所想要的 那时候我们刚好 身体也变得很差 在美国也有一个 要学博士跟我说 你要去德国找 德国的东西都是很天然 品质很好 所以我们就往德国去找 那时候我们在做健康食品的时候 这个普遍一届都是反对健康食品 愿意接受的人很少 到百货公司去 因为我们算是人家说的菜鸟 不懂不知道这市场怎样 然后他会跟你说 你要从临时贵变正贵 你就交个20万 那我就帮你做装修 其实他只给你做一个 很简单的盒子 他就给你收了20万 从很多的不公平的对待 譬如说他给你抽的 这个%很高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觉得很难经营 你必须要熟门熟入 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做 可是当初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碰到困难就只能祷告 刚才好像先生有讲 是 后来还拿到一个很特别的奖 叫华冠奖 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这个是我在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 在整个得奖 然后我的演讲 全部都是在赞美神 因为我觉得神的恩典满满 跟我要走的人生都不一样 我觉得神一直要让我 在台前 那因为我以前很难得讲话 那可是我觉得神 不管这个会还是说神 真的一路栽培我 让我可以在人前 办很多的活动啊 都很成功 就是大家都很满意 然后也因为我 参加了这个华冠奖 认识到世界上很多的 华冠奖的姐妹 她们都是很能干 很优秀的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学习到 很多不一样的视野 站在这边其实也是为主在 传讲福音嘛 是 最后禀方姐有没有一些话 要带给公众朋友一些祝福的 我变成基督徒以后 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神的爱满满 天父的爱是最好的 天父会给很多的祝福 天父会给很多的带领 还有旨意 那所以我常常求神 要赐给我 这个看到神要我走的旨意 我希望说在未来的年日 我可以再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 家里的人也有一些祝福的话 要跟你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很想感谢妈妈 因为我知道她这一辈子都很辛苦 不管是从小到大 她的身体不好 然后甚至她经历人生很多的 不管是低谷 但是妈妈你都做到了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 你愿意让我信耶稣 甚至受洗 甚至今天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都是在你的祝福底下 那我很开心能够看到你 透过这个信仰 然后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在我碰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 你总是拉我一把 教导我 然后提醒我 虽然我已经快50了 但你一样把我当小孩一样的教 我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 那在我有了小朋友之后 那我更能够感受到 为人父母的不容易 还有压力真的是很大 所以其实 我越来越能够了解你的辛苦 那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我以你为荣 妈妈我爱你 人生无常 我们要把握 要习无习厌 我们要支持感恩善贼 我们希望这样来 我们这样让家庭能够和乐融合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 爱在心里困难 我今天要跟你说一声 我爱你 最后看到孩子的感谢 还有先生说我爱你 很温暖 很温暖 真的也是感谢神 要不然比方杰从小在家里头 这么严谨的被带打 然后一路都很严谨 给自己很高的标准 其实是很大的负荷跟重担 真感谢主委认识神 就把这重担卸下了 是 就把重担可以交托给神 是 自己现在心里头就放松很多 所以现在他脸上就 自己笑起来 那个线条都融合了 谢谢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 谢谢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达民牧师 圣经上说 凡劳苦单重担的到这来 我觉得使他得安息 安息太重要了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他的恶是容易的 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因为在安息里面 就像玛利亚一样 安静坐在耶稣的脚前 他就可以支取力量 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很多的力量 我们看到 禀方姐妹 他对于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对自己要求严格 想把最好的 分享给别人 这相对的对有一些人来讲 可能也是一种压力 所以你看 他在做建筑事业的时候 黑道来压迫他 他也很勇敢站出来 来面对那个恶势力 我觉得 可是你知道 我觉得每一次事情结束之后 其实都要脱下那个重担 为什么 因为跟在那个地方 对不起 不是说假装勇敢 而是要武装自己 所以我刚一开始讲说 安息很重要 比方姐妹 她一直持守的 她希望能够做到 别人做不到 你看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她的房子没倒 她盖的房子没倒 这个在某些程度来讲 当然是一个很卓越 很值得荣耀的事情 可是我也要讲 如果我们尽了力 就算房子倒下来 那也不关我们的事情 不是要我们逃避责任 而是让我们看见 上帝的恩典够用 我们再后来看到 比方姐妹 因为她的原来的这个宗教信仰 没有办法释放她的压力 所以她就有忧郁症 忧郁症 又苛责自己 所以你知道 那个每一天 我在想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要如何来面对 那个美好的明天 如果你压力很大 你没有办法面对 美好的明天不是吗 你都觉得 好多的重担 好多的事情做不完 后来比方姐妹 她认识了耶稣 她终于得着了那个安息 从神来真正的平安 还有邪恶 所以开始改变 刚刚我们看到 她说有人在辅导她 你要把你的过去的那个残累 原生家庭的这个压力 得到释放 你想想 妈妈跟爸爸有什么地方 是让你压了你喘不过气 爸爸妈妈都离开了 可是里面还是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还是会听到 爸爸妈妈那个 严格管教的声音 所以她说不出爱 没有办法说我爱你 可是当耶稣进到她生命当中 她可以侃侃而谈 她可以表达 从神来的爱 对妈妈也是一样 没有一个妈妈的 这个教育是完全的 可是妈妈怎么会 那样教我呢 有点偏执 所以验识耶稣之后 她也接受了妈妈的不完全 然后你看到最后 她对于她的工作 我觉得她是回应神的呼召 在这个世代 要做健康营养的食品 谈何容易 大家都喜欢提供尽力 说话剂放一放 外表漂亮 管你吃什么 可是她就坚持 所以十多年的时间 她没有获利 不但没有获利 当她的健康食品 进到百货公司 就是赔钱 就是不断的花钱学经验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受到很多的挫败 但是 但是 弟兄姐妹 如果你跟禀方姐妹一样 你是因为神呼召 你做这件事情 我奉属明祝福你 继续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 行善不善志 时候到了 必定收成 你看最后的结果 她得了两项 当然自己很开心 也把荣耀归给神 可是 我还是说 上帝可以做她该做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 做我们该做的 上帝不会做你 上帝不会做你要做的事情 上帝做她做的事情 我们做我们的事情 这件事情 就可以完美的成就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真的看见 信仰的重要 那个信仰就是 先脱去种蛋 你说劳苦单种蛋 到我这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然后在安息里面 去做工 主耶稣 我们再说一次 可以外面很忙碌 可是我们里面一定要安静 我们要常常来到你面前 来思想神的美善 那些工艺清洁可爱 有美名的 那些良善的 你要我们做的 我们一定要起来回应 弟兄姐妹 一定要起来回应 我再说 神不会做你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要做 你该做的事情 谢谢耶稣 透过这一集 真正部落格提醒我们 让我们虽然有责任感 但是不要背负种蛋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我们是依靠圣灵方人成事 抓祝福比方姐妹 让他在信仰当中 更深来经历 神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 你是掌权的 你是赐福的神 谢谢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 耶稣爱你 定义要赐福于你 我说的 你都听不懂得 你都听不懂得 我真的听不懂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